外卖小伙深夜迷路 在我的评论区有一个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事 有一个外卖小哥每次评论他都会发一张图片 说在送外卖的路上刚刚听完我的故事还要继续工作 每次都是在夜里 那么希望这位兄弟可以说到今天这条视频 因为今天故事的主角也是每天夜里跑外卖的兄弟 由于要求匿名老规矩叫他墙子 说去年八月份的时候有天夜里两点多 下着大雨 这个墙子送一份外卖到当地的一个很有年头的小区 这个小区里有一个很大的院子 院子里有一辆小汽车停在那至少一两年了 这个墙子他每次送外卖去这个小区 都会把电瓶车停在这辆车旁边 那天晚上也是 因为这个小区的房子是没有电梯的 当天那个外卖要送到七楼 下来之后墙子有点累 就没有第一时间走 而是坐在他的车上点了一根烟 他那个电瓶车是有那种挡雨的顶棚的 那抽烟的时候无聊 这个墙子就打量旁边那辆放了很久的汽车 由于那几天连续下雨 就把车上和玻璃上的灰尘都冲掉了 当他看到后排座车窗那的时候 就发现这个车里有个中年男人 趴在车窗那盯着他笑 当时墙子的第一反应是怎么大半夜的 还有人坐在这个破车里 那么一眼抽完之后呢 墙子就骑上这个电瓶车往外走 他好奇心啊 又让他回头看了一眼 这一眼呢 这个车里就没有人了 当时那个车旁边就是路灯 所以光线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而墙子也属于那种图特别铁的 还专门拐回去 趴在车窗上看了看 确实里面没人了 并且呢 他拉了一下车的门把手 也拉不开 难道说自己刚刚看错了 这个墙子嘴上呢 骂了句晦气 骑上电穴就走了 这个时候呢 又来了一单 点的是当地一家很出名的烧烤 那离这个老旧小区呢 大概七八分钟的路程 出了这个老旧小区 往右转 一直走就到了 路上的时候啊 又遇到怪事了 当时呢 还下着雨 虽然说没有之前那么大 但是这个墙子啊 他居然在路上 遇到四个人 不打伞 就那么站在路边 八月份 天气还热 虽然下雨 但这个墙子呢 也就穿了一件长袖而已 而那四个人当中 有两位老人 他穿着黑棉袄 另外一个孩子 和一个中年女人 穿得到还正常 这个墙子心里呢 就犯嘀咕 那在经过他们旁边的时候 很自然的 就扭头多看了一眼 好家伙 四个人齐双双的扭头 盯着墙子 差点把这个墙子啊 吓摔倒 赶紧加油门 往这个烧烤店去 这个时候呢 墙子也察觉到不对劲了 就想着第一时间 到烧烤店 就有人了嘛 那么送完这一单呢 就赶紧回家休息 结果走着走着 墙子发现 哎 又怪了 路两边的门店 没有一家是亮灯的 原本有些店啊 即使夜里不营业 他也会亮着灯 因为常年在夜里跑完 这点墙子绝对可以肯定 当时呢 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就只有赶紧往前骑 而且呢 这个烧烤店 他既然接单了 肯定是开着门 心里这么想着 墙子再次加速 结果呢 又跑了将近有十分钟 还没到 刚才说了啊 小区离烧烤店 也就七八分钟的路程 而墙子加起来 跑了将近二十分钟了 还没有到 并且这个路上 一家亮灯的店都没有 只有昏黄的路灯 正想着该怎么办的时候 哐的一声 墙子直接撞到了一个水泥墩上 因为速度很快 这一下摔的不轻 眼前一黑 墙子就昏过去了 那等醒过来的时候啊 是120正在给他往医疗车上抬 一问 说是有路人报警 这个时候墙子还想着说 有单子没有完成 要去给那边一个电话 说一下情况 结果一看手机 好多未接来电 时间呢 也快到凌晨四点了 就寻思算了 白天再说 结果路上的时候 墙子又懵逼了 怎么说呢 小区 在A点 那么烧烤店呢 在西边的B点 而医院呢 在小区的东边 所以这个120的路线啊 会经过刚刚墙子 走过的路线 这个时候墙子发现 自己居然跑超了 就超过那个烧烤店了 自己发生车后的地方呢 是在更西边的一个路口 他明明一路上在盯着 怎么可能跑超呢 况且啊 这条路他跑过N次了 那么想不明白的墙子啊 接下来发现了更不能解释的情况 路两边的店面 闪着霓虹灯 尤其是几家服装店和理发店 但刚刚是怎么回事呢 自己过来的路上 一加亮灯的都没有 想不明白 他也不想了 好了 到了医院 一检查 右小腿骨折 一套流程下来 已经早上七点多了 墙子的老妈也收到消息 赶到医院了 直到见到老妈 墙子才知道 原来当天是 农历七月十五 后来啊 养了三个多月才恢复 又打那儿以后呢 这个墙子呢 也不跑夜班了 改好白班了 所以说兄弟们啊 夜里没事儿 别瞎跑 一定要注意安全 好了 我是老飘 下个故事见